超捨實驗客菜 這個沒有說謊 真的很捨實 歡迎陳佑先生夫 北海道的水種出來的 海 所以養出來這麼多好東西 還有北海道的牛 為什麼 散貝 好不好 依有盡有 來 帶來第一道 超捨實驗客菜 是 菜名叫做 北海道干貝 味噌炊飯 炊飯 對 來喔 好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先選用這個紅喜菇 用香菇做個打底 炒香 香菇打底 對 然後這個時候待會兒我們會做一個 快速的泡菜 蘿蔔泡菜 蘿蔔泡菜 所以我加了一點這個白醋 味噌 我們先把它煮滾 以及這個白酒醋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準備這個 毒鎂或化鎂都可以啦 就是一種比較 日本還是很喜歡吃梅子嘛 然後現在我要加味噌 一般來說 苦飯會在這個步驟加醬油 去嗆香 那我用味噌炒過之後 比醬油更好的一個風味這樣 那這個時候會嗆清酒 然後味噌 柴魚高湯 對 那記得喔 這個飯跟水的比例說 一起的比例是1比1.5 才去做 飯跟水 飯跟湯啦 對 等於說 1比1.5 對 像我剛剛加的味噌嘛 味噌嘛 還有這個清酒 三分之一就好 這個時候好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過來 放進去蒸籠裡面蒸 蒸籠 對 或者是電鍋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趕快來煎我們的這個干貝 生食等級 對 生食等級的 乾煎的方式 所以會灑一點鹽巴 也是給它一點風味 這個時候就把這個 它的鍋子已經越熱了 越熱了 要很熱喔 很燙很燙的干貝 煎起來才會提 這個溫度高到像能煎牛排一樣 對 其實就像煎牛排的概念 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來做一個荷蘭醬 荷蘭 荷蘭醬 蛋黃 然後兩個蛋黃 四顆... 然後用這個水蒸氣把它打勻 用水蒸氣 對 下面加熱 水加熱 隔水加熱 是要這樣玩的 對 它也可以放在水裡面 可以 然後這時候可以加一點這個 白酒醋 剛剛留一點的 你剛剛只有四個蛋黃而已嗎 四個蛋黃 加一點白酒醋 對 白酒醋 然後這時候我會加這個澄清奶油 什麼奶油 澄清奶油 就是奶油有沒有 要煮龍化之後 在澄清奶油那邊 對 澄清奶油就澄清奶油 對 它專門在開澄清記者會的 那個補品 今天贏的局勢很大 然後我來加另外一個 這個是雲丹醬干貝醬 海膽醬 海膽醬 把它做一個海膽風味的這個 對 弄好下去 來 不要浪費 你剛剛也吃過日月奶油 在日月台附近的奶油 對 日月巡館 是的 白酒醋一般的用途是怎麼樣 因為蛋加熱會硬嘛 它就像是打美乃滋的時候 你用油膩嘛 對 但臉酸它就會軟化 所以那個干貝 從頭到尾都是大火煎它嗎 它沒翻 它沒翻 要翻了 大火這邊海水量很高 你看 很會嚼 對 它本來因為受熱 水會滲出來 對 好 這個時候我們來轉這個蘿蔔 現在才要轉蘿蔔 現在才要醃製蘿蔔 對 因為我們是沖熱 倒數最後一分鐘 這樣跟美乎 快 差不多 快好了 它快好了 好 先轉購用的量就好 好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我們的這個 熱的醋漬液有沒有 沖進來 對 泡一下 泡一下 好 炖飯已經好了喔 把它收均勻 收漂亮 這很有日式感 它弄到那個 刀鍋裡面就在那個 再把這個干貝 放滿整個這個表面 好 等一下和牛會用到嗎 和牛 今天不是我最怕 今天都會用到 但不同的食物 它並不是放在上面你就吃得到的 我要先去追一點 海膽和藍醬 我的顏色好棒 也很厲害 超強耶 然後我們灑一點這個 灑魚蔥 好 其實用熱做的泡菜 也是另外一種吃法 不一定泡菜都要吃了 尤其在很冷的冬天來說的話 然後我們再放一點這個 紅色的枸杞 增加一點配色 你剛剛喝熱水這樣沖下去 它就有效果了 因為我的蘿蔔很薄 很薄 很快就入味了 旁邊附一點這個蔬菜 好 完成 肥仔豆干貝味噌炊飯完成 好 那我要先吃哪一個 其實可以先吃飯跟干貝 我先吃飯 然後這個芥菜跟蘿蔔 其實是解膩效果 好 焦跟干貝一起吃 飯比我想像的乾耶 炊飯本來就是比較偏乾的型 你要把醬拌一拌 應該就不會那麼乾 你這個干貝裡面還是半生熟的 對 干貝可以去嗎 好煎熬啊 可以可以 來 它的味噌的 味噌的雲丹醬 好濃喔 荷蘭醬的味噌是在飯裡面的 鮮味還是鹹味 都有 又鹹又鮮 拌飯剛好 好奇的是泡菜 對 我也好奇 對 馬上吃給你看 酸爽對不對 南溫的一道很酥 南溫的一道很酥 酸 很酸 酸 還是熱的嗎 不是 是涼的 涼了... 這個泡菜好像少了一個湯 五星小生有湯喔 對不對 但是我真的要喝湯 就把剛剛那個泡蘿蔔的醋 給他們喝 真誠八八 要加冰塊 沒問題 還是你用個土瓶蒸 我們喝看看 好像很乾 不好意思 好棒